近日李芝亭现身北京某时尚活动 一身休闲黑西装 搭配白色T恤衫 在现场尤为出彩 而在现实生活当中 原来他就有收藏T恤的习惯 最占主打的 白T恤 它其实好像很单调的一个东西 但是其实它很多很多细节 我昨天去上台唱歌 那个我也是穿了一个白T恤 在一个西装里面 但是你得选 不是所有都可以搭配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最近正在和范冰冰 一同拍摄武则天的李芝亭 典型的一张西式面孔 搭配中国古代的扮相 这应该也算是一场中西的碰撞吧 跟李芝这个人物很有缘分 除了我们名字那么相近以外 我觉得就他人生经历过的东西 我也很有共鸣 很有感触 何眼一夜惊喜 又再次触电武则天 范冰冰和李芝亭的关系一直扑朔迷离 直到近期范爷宣布自己早已有男友 才让这段感情止于猜测 无论是朋友还是伴侣 我觉得缘分胜于一切 我身边的朋友都特别奇葩 就有的是完全不同类型的 如果你要说类型的话 强势不强势 巴基不巴基全部都不一样 但是就是大家就有缘分走在一起 能够做朋友 能够做哥们 所以我觉得缘分胜于一切 拥有众多奇葩好友的李志廷 相信缘分胜于一切 如今既然跟范爷做不成恋人 那就等待着那份属于他的缘分 快点降临吧 左右时尚北京报道